美国俄亥俄州有一间摩根大通银行的分行 在28号下午发生了严重的气暴 这残骸甚至还喷到了对街 一楼楼面坍塌就怕大楼会倒塌 锦销也赶紧疏散楼上的住户跟附近的居民 同时也封锁街区并切断天然气供应 因为担心可能会有管线外泄的事故 事后他们也在现场发现有一位27岁男性员工的遗体 另外还有7个人受伤送医 其中有一个人伤势严重 寻常午后突然发生严重气暴 建筑残骸喷飞到对街扬起大量沙尘 烟尘随风飘散迅速笼罩整个街区 消防员赶来救援 事发地点外墙全毁 几根柱子也被炸烂钢筋裸露 爆炸威力可见一番 美国俄亥俄州城市扬斯敦 市中心一间摩根大通银行分行 28号下午发生气暴 酿成死伤 多名伤患 被紧急送医 银行一楼楼面坍塌 崩落到积水的地下室 楼上还有12层的公寓住宅 就怕建筑受损 紧销紧急撤离住户 周边建物和街道也全面封锁 并疏散民众就怕有倒塌风险 目击者表示在爆炸后 现场传出瓦斯味 一次是天然气气爆酿货 就怕还有管线外泄 目前整个街区的天然气供应 都被预防性切断 不过确切的气爆原因 还需要调查 每个人好兵议